哈喽大家好我是熊鹏 那么很高兴又跟拿见面 今天的话呢 又会带来一个恐龙快打的一个天王版 也就是这个无限子弹的版本 也是呢来自于咱们的康义华大学啊 之前呢都是选择用这个梅鼓汉娜啊 因为那汉娜呢是所有人物里边呢 用这个枪最强力的一位角色是吧 他的这个射速是最快的 这期呢他又换一个人物了 选择一个黄帽啊 黄帽的话呢射速就非常的慢了 之后呢咱们来看一看这个黄帽啊 首先呢今天呢是吧 哪怕是拿这个M16 但是呢这个怪呢依然有往前的抵回来的迹象 不过呢这几怪啊迹象不明显 之后的话呢 这个出门带的一个89是攻击力 血糖下边那个89是血糖的攻击力啊 咱们玩正常的恐龙快打 就留一听那个啊 出门的攻击力是20 你可以对照一下 就是出门攻击力是4倍多 之后呢他这个攻击力呢 挨打以后会变啊 会掉或者高或者低啊 这里呢咱们就看着什么呢 挨打或者农村不挨打不关 然后呢这个位置呢是第一块 主要呢这个游戏的打法呢 就是利用这个 呃无限子弹的这个枪械 作为主力输出 利用这个AB的这个无敌 作为控制和保枪的手段啊 就完事了 好来看第二关啊 这里呢是给各位呢 着重的减轻一下 这个每一关比较难的一个关卡 和这个关击boss 这里呢来到了第二关的关击boss 第二关的话呢 这个难点不太多 所以说呢咱就不看了 这里呢可以看到呢 在加血的边上 我又用喷个喷是吧 一旦有这个eboss或者6boss 从天上降扑过来 他直接就一臂 这样的话呢 对着这个主boss两个屠夫输出 直接呢就把第二关轻松拿下 咱们呢再看游戏的第三关啊 好来了 这里呢游戏的第三关呢 先过去打一臂 先把这个终极boss给它控倒 然后呢这里呢 边躲两个这个摩托车boss啊 因为呢这两个摩托车boss的话呢 也比较讨厌啊 他俩有类似于霸体的效果 这个位置呢利用走位躲过了6boss的坡 直接把这个终极boss给它淡倒 这样的话呢 这个第三关就结束了 好继续看第四关 OK这样呢 之前呢来到了第四关的这关底处啊 选择了一个这个 逆时针转圈啊 360度旋转这样的一个这个招子啊 这样的话呢 应该是这个开枪的速度能稍微快一点 起码呢可以看到目前为止 画面是上 他是左右摆住了怪啊 仅仅用时20秒 就把这关的boss打下了 M16加成这个4倍多攻击力啊 很不如斯 来看第五关 第五关的话呢 也是直接看关键部分啊 因为这前面呢 对于大神来讲都没有那么难度啊 这个位置呢可以看到是吧 直接呢把两个马云爸爸啊 就是个狂扫 然后呢也顺道控住了几个幻影怪 这个游戏里边的幻影怪还真没有那么厉害 厉害的呢 是这个1boss和6boss 还有2boss 这几个会蹦的 会蹦会跳的 另外呢厉害的呢 就是那个大巧 在天上飞的啊 这几个怪子 你俩比较大 是吧 这里呢基本上这个AB枪啊 都交给这个1boss和6boss了 AB宝枪 那这样呢 把这个第五关 马云爸爸也拿下 咱们呢来看这个第六关 第六关就开始小兵出有难点了 当然了我指的是对付大神的难点 来了 这里第一个难点 就是这个位置只能有手枪 因为目前为止呢没有别的枪 只有手枪 所以说呢 他这里呢拖两个兵过来 这两个兵是下雪 你看是吧 包了一个汉堡包 然后呢先进行一个单怪的一个点射啊 先把这个血量很长的这个幻影怪给他拿下 虽然说不是幻影怪呢 不是很强力啊 但是的话呢 这个后边这个怪一旦弃堆 每多一个怪 他这个枪的这个射速啊 就不容易把这个怪给他控住啊 所以说的话呢 先减少提防这个怪的素养 OK 把后卵怪击毙 然后呢往前走投兵过 往右打 可以看到呢 三个马云爸爸 加这个马云爸爸的变身 之后呢 再加这个投兵啊 来看能不能控住啊 你看的是吧 如果你用汉大的话呢 就是很明显的枪打一条线 但是呢 你用这个黄帽 就是这个慕斯塔法啊 很明显的这个枪就控不住一条线 你看是吧 这么多怪 你看看着空不住了 这样的话呢 一旦前面的怪顶住空不住 后边的马云爸爸呢 如果是跳起来开枪 咱们呢就得一臂 啊 就得宝箱 那这样的话呢 一旦击毙了这个马云爸爸 他这里呢 就获得这个充分枪以后 整个的局势就稳住了 看见了吧 局势稳住了 那这样的话呢 剩的这些恐龙怪啊 就是存摆给了 咱们呢 可以很轻易吧 把他们击杀 哎呀是吧 目前为止 他还没挨揍我 打到现在啊 还是这个八九的暴击 好 播画面 往前走 来了 选择一个这个杆枪啊 但是呢 在前边的杆枪 换成了这个M6 这里可以看到呢 这关也很乱啊 首先呢 这个天上有一个巧 那个阴影是吧 然后呢 有一个中击Boss 看半招 中击Boss呢 作为这个肉盾啊 顶着前边啊 之后的话呢 6Boss突击 换了Boss这个加速往前冲啊 这是这关大概的一个阵型 但是呢 在大神手下好像 也没走过几个会合是吧 这位置呢 继续AB啊 一旦这个桥往前倒 就AB啊 主要是躲这个桥 再给AB把这桥打死 一样的番茧 没有打死这一桥 难道打死会耍怪吗 啊 这桥死了 那这样的话就没什么难度了 这个桥呢 一旦死亡 只剩一个这个附体怪了 这个第六关就可以 怎么说 你歇会啊大神 这一刻我感觉我又行了 哎 你看是吧 这里呢 还有这个Boss的最后一次变化 也是选择呢 往右依然开枪 这是第三遍了 打完之后就过关了 可以看到这个M16 这个术术 一次三关选 非常变态啊 一次两关都选 没到三关 好 这样呢 拿下了游戏的第六关 也过关了 那咱们呢 这里继续看这七关 第七关呢 这个位置是个难点啊 这个位置的话呢 怪的数量非常多 而且最主要呢 天使有巧 咱们来看 这里呢 首先打左 天使四个巧 看见了吧 四个巧看在怎么处理 全是AB AB 他被四个巧的话呢 一次并不能全部AB 所以说的话呢 AB一个 另外一个呢 可能有机而撤 是吧 有机可乘 这里呢 继续AB 血量又没了 我们来看 往上走 吃一口龙家 再AB 他这里怪控的非常好了 刚说完 有一怪去右边了 那这样呢 来到中间啊 然后呢 走走早射 这里呢 利用自己的这个高输出 AB 把这个巧打死了 巧一美 剩下的怪就啥也不是了 你看这吧 那这样呢 咱们把剩下的最后一只 幻影怪给它拿下 咱们呢 就直接切画面了 剩一个恐龙 为了剩个幻影的 OK 画面一转 来了 这关的boss怪 关机boss 可以看到呢 这是四个五个六个幻影 然后呢 加上这个两个eboss 这是这关的一个阵型 三个eboss 最后呢 这关最怕的就是怪左右 也有 最怕的呢 就是怪这个忽左忽右 但是呢 他这里呢 利用这个左右 这个位移的扫射 听看到是吧 这个黄帽都给打从影了 那这么 这么本身很有难度 对一关呢 他大神的手中 甚至连个AB都没有上 你看是吧 你这就是这个 天王版的大神 来看最后一关 来了 游戏的座位观 这里绝对是个难点啊 这里的话呢 可能是整个游戏的一个难点 这个位置呢 再先往右AB 使进AB 然后呢 用这个眩晕 把这怪空住了 但是呢 左边还有个怪 吃一口这个馅饼 好 全过去了 他这里呢 已经把所有的怪 都打到右边了 然后呢 开始拿起这个手架 能不能点撞 好 把怪都点回去了 这样的话 可以看到是吧 在打这个输出之前 先控制好对面的阵型 很关键啊 不然的话呢 这怪呢 一左一右 这个手枪肯定打不来 上一关M16 左右控制的效果 对吧 这只能就是提前 自己用这个手枪 先控制外 看 然后呢 这里手枪用完 前面抱了一个冲锋枪 那这一关呢 就压力小一点了 这个冲锋枪上手以后 就在这了 好 这样呢 拿下了这个大恐龙 直接能换冲锋枪 哎 哎 他没看见吗 这时候没想到的 他为什么 选择这个手枪 不选择冲锋枪呢 咱们来看看 什么说法 这是打的实在是太快了 这个小兵呢 刷出来了 好 终于刷出来了 这里 这手枪弄成功枪好吗 我不感觉啊 这里 喷子 我说的嘛 好吧 这里呢 换上了一把这个 鱼缝 不是换成一把 这个沙特干 这里呢 用沙特干 狠狠的来干一干 这盲怪 可以看到呢 这个几个兔夫 你快点出来啊 这兔夫 你再出来 晚点 你队友死没了 果然啊 这里呢 队友已经死没了 然后呢 再把这个 KK喷倒 这里要换M16了 毫无疑问的 啊 不可能吧 你看我说不可能 用那个瑞富尔嘛 OK 这里呢 也是杀得太快了 走不过去 你看这吧 他这个版本呢 这个时不时的 有这样的一个缺陷啊 你不得的 这里呢 是要倒枪吗 那我们来看啊 这样的大神 都选择一个倒枪 看得出来 这个最后一关 最后一个画面 这个黄帽打起来呢 可能会有点吃力 你看这吧 他目前为止 还没挨过打啊 这个89的攻击力呢 依然健在 现在呢 选择一个慢慢的倒枪 咱不着急啊 咱看他打一会儿 因为呢 一共这个路程 没有多远 好 再变 三好年空 因为呢 这个游戏啊 枪一旦掉了 你神仙来了 都白痴 他再来了 没做好使 咱们来看啊 这个位置 枪冷到这 开着枪走 开枪扫射 这里慢慢走 怪要出来了 一个AB 先控制怪 控制打出俩下血 对面的这个 一Boss在开枪 这里呢 换一个位置 吃一个龙虾 捡左边的枪 继续扫射 然后这个位置 再一个AB 躲一Boss的跳梯 你看这吧 眼观六路 耳听的 耳听八方 又一个跳梯 我开之后呢 一个反摔 然后呢 继续扫射 左一波抢 哎呦 这里掉枪了 掉枪掉暴击了 这个加血 能不能吃上 前前BA吃加血 马上一个AB 现在的话呢 攻击力没有刚才高 已经变成50了 但是呢 也够用啊 因为这帮怪呢 剩的数量也不多了 有点可惜啊 如果这个 迈挨打的话呢 这局可能就是一个 无伤痛快了 这个恐龙快打 这个黄帽 天王版无伤痛快 也是非常牛逼的 一个存在了 是吧 好 那这个位置呢 总算是空中的场子 这个枪呢 也算没倒 没摆倒啊 因为呢 刚才那一下呢 还走很有可能掉枪 这个位置没血了 咱们来看 这个血 边吃 不边走 边往这个加血旁边倒 然后呢 吃成一口加血 这里继续走位 躲一个AB 然后呢 还能看一个AB 这个位置呢 接着扫 一boss死了 没给血 给了个枪 没什么用 能不能给个加血啊 现在确定加血 而不缺这个 地铁的输出设备 还是没给血 好 这里呢 换了一个这个 沙特干啊 因为呢 最终boss是一个 正经的最终boss 就是他 连续的十来枪 直接喷倒 你给我死了 搞定 那这里呢 感谢咱们的康奕华大师啊 我那是本期的结论啊 喜欢我的视频 点关注吧 下期再见 拜拜